其實剛剛大家這樣體驗了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有AI的幫忙之後 其實以前 我們如果照剛剛這樣的程度來講 我相信你都跟我都一樣 不太好意思拿出來 但是現在有了AI幫忙 這樣你會不會比較不害羞的 所以其實AI的幫助 你看我們剛剛看到的28頁 這個是Adobe的 Firefly跟Photoshop 其實Adobe為了AI這件事情 他特別去開發了這個Firefly的一個儀丹服務 老實說他也有免費方案 但是比較不好意思 Adobe從來都不是很慷慨的 一個月25點 所以真的 連CAMMA都比較多好嗎 CAMMA的免費帳號就有50點好嗎 那沒辦法 可是你可以看到 你看我們右手邊 其實以前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除了把它認真的框選起來之後 我還要很認真的把旁邊是不是做我影像的融合 才能夠讓它看起來很逼真嘛 可是現在呢 你不用了 有沒有都是出一個提示詞就好了 AI就知道我們把你完成 所以有了AI之後 我們在影像處理這一塊 你有感覺到 以前我們花很多時間在學工具 但是呢 現在呢 這些學習工具的時間變少了 而是什麼 要想辦法把你腦袋掛裡面想的東西講出來 告訴他你要什麼東西 所以如果你沒有想法 很抱歉 AI幫不了你 對吧 AI雖然很好用 但是你沒有完全 沒有任何想法 就 就點點站在那裡 那也不會幹嘛 所以說這個是 現在AI之後最大改變 那一般來說 你看到簡報29頁 其實我們 講到AI生成圖片這一塊 其實不可否認的 你在很多的媒體啦 新聞報導上 最常看到的叫做這個 Majuric 因為它的生成的效果 一般公正算是最好的 那它現在呢 已經沒有開放免費使用了 不過它第二個比較麻煩的是 它主要都是透過指令式的 就要可能老師如果比較有印象 以前你可能學過那種 像豆豉下的那種語法啦 或者寫程式一樣 滑下指令 那既然它是不開放的 沒關係 我們就會有一些開放的 其實很多 包括你剛剛所看到的 Curidia、Leonardo 很多它們都是用這種開源的 叫Stable Diffusion 因為它是開源 所以自然就沒有授權啊 那些問題 所以很多的平台 包括對岸的 它們也都會找它 然後呢 再去怎麼樣 以它為基礎 然後再去發展出其它的模組 所以這個網路上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那 等一下呢 我們會帶大家再去體驗一些 你就會發現說 真的使用起來 雖然沒有像Majerlin 它的 應該說品質的精細度那麼高啦 但是其實有很多 做出來現在都效果不錯了 好 那我現在請大家幫我點開 簡報的30頁囉 揀 麻煩了 感谢观看